由上海技术频道联合上海交通广播举办的爱上海城市记忆文化展 最近在南京西路巴118号开幕 一批00后的上海小孩唱起了《护与童谣》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参与到了穿越老上海的定向挑战赛当中 在人群里我们还发现了本土歌手张志玲携带着 因为爱所以爱的音乐剧团队 要一块去寻找那些老上海地址 参与定向挑战赛的选手 每人会得到一张存有20块的交通卡 通过公共交通寻找到位于外白渡桥 城隍庙等几个地点的任务点 终于等来了20路巴士电车 一开始刷卡就不顺利 接下来这些新一代的上海人 不知道能不能一路通关 除了当天的定向寻找挑战赛之外 818商场里也举办着分享老上海的怀旧展 从章木箱到红白机 几个年代都浓缩在小小的玻璃柜里 像那个塑料的娃娃 还有一些像那个小时候用的洗澡的那个木盆 特别有感触 还有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 找寻到这些老上海的回忆 让新一代的人啊 让孩子啊去了解啊 原来的老上海是这样的历史 这个怀旧展会一直会进行到10月30号 并且在10月10号和17号 会分别进行追问老上海 和寻找老上海两场活动 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稿 还将获得神秘好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